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在物体跟接触面的最大劲摩擦力跟动摩擦力 皆与正向力成正比 那两个东西,一个A是10公斤 来,我们来先写一下 A它是10公斤 来,A它是10公斤 那B呢,它是20公斤 OK 那A它接着一个理想弹簧 这个时候弹簧保持圆长 好,这个时候是圆长 那现在摩擦系数都一样 摩擦系数,摩擦性质就摩擦系数了 那就是两木块间跟B与地板间都一样 B跟地板的最大劲摩擦力是7.5公斤重 动摩擦力是6公斤重 那回答下例问题 好,来,我们先算一个东西 B跟地板的最大劲摩擦力 我们可以把它写作μs乘上n 那最大劲摩擦力它说是7.5公斤重 好,我用公斤重 那它的摩擦系数叫μsn呢 这个地板的正向力 它是支撑所有的重量 那所有的重量我们就说是30公斤重 好,所以呢,这样的话算出来 它的摩擦系数就是0.25 好,那动摩擦力fk 我们就说就是拿动摩擦系数乘上正向力 那动摩擦系数叫做6 那这个,诶对不起 动摩擦力是6 动摩擦系数不知道 再乘上正向力30 所以这样就可以算出来 动摩擦系数 就是0.多少 0.2 好,那我们算出来 这个叫近摩擦系数跟动摩擦系数 那AP之间也是一样 好,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选项 它说用30的固定力来定力 去推A物体 那这个时候呢 这句话是重点 你把它画起来 A从静止开始滑动 也就是说它已经在滑了 A可以在B上面滑来滑去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相对滑动 就是动摩擦 那A跟B之间的动摩擦力 来,那不要让你向左边滑 我就给你动摩擦力向右 所以A给B的动摩擦力 来,抱歉 B给A B给A fkBA 好,那就是B给A 那B给A的动摩擦力就是动摩擦系数 0.2再乘上正向力多少 A的重量是100牛顿 好,因为它说居带石嘛 10公斤重100牛顿 所以我就乘上100 那我这样就可以算出来 它的动摩擦力20牛顿 因为它这边要回答牛顿 好,所以我就跟着用牛顿 好 那这个动摩擦力会让它干嘛 会让它向左边滑 那向左边滑 它说A受到的弹力是5,对不对 那摩擦力是25,对不对 不对 摩擦力永远都是20 因为它是动摩擦力 OK 好,那你不可以说 这个力平衡 对不对 这个5 这个30是25 不行 它没有力平衡 好,它力没有平衡 它力没有平衡 它一开始就原厂嘛 所以这个20比30还要小 它就会先压缩 那先压缩 这个东西 它会变成做减血运动 也就是说 它会先压缩到平衡点 那平衡的时候 这个时候速度最快 再继续压下去 假设它够长 就是这个B够长的话 压缩到端点 然后再来回振动 振动 好 那这个 不对 它不会是做减血运动 因为它有摩擦力 那反正它就是先 先减速再 不是 先加速再减速就对 先加速再减速就对了 那这个东西 它不是减血运动 它是先加速再减速 好,我再说一次 为什么它先加速 就是说它这个地方的 手势力大于摩擦力 那它就会越来越快 它的加速度向左边 那加速向左边 它就会越来越快 那到达这边平衡点之后 好 到达某个地方平衡点之后 弹力 抵消手势力跟摩擦力 那之后呢再减速 因为弹力大于 大于这个手势力 好 还有摩擦力 它就会开始减速 好 所以呢 这个东西它就会 来先加速再减速 好 那如果弹力是10 那 它们的摩擦力是这种摩擦力 是的 来为什么 不论这个弹力是大还是小 那弹力大还是弹力小 都是动摩擦力 因为它已经相对滑动了 好 那A受到的最大弹力是10 对不对 不是 不是力平衡哦 不是在这边力平衡哦 不是在这边力平衡哦 这边是最大弹力哦 它会压过头哦 也就是说它会先加速 有速度之后 虽然力平衡有惯性 再继续冲下去 再继续冲下去 所以最大弹力 有可能压过头 不是10就对了 10的话是在这个一样平衡点 你说平衡力 你会说合力为0 你就会回答10 那就错了 好 因为合力为0 是在这边合力为0 可是它速度超快 会压过头 好 那A滑动过程 B受到的摩擦力是0 对不对 来桌面给B哦 注意 它说桌面给B 那我们先看B好了 B 它受到这个力的反重力 向左 来作用反作用向左 这个是A给B的摩擦力 动摩擦力的反重力20 那这个力量会推B 有没有超过它的最大进摩擦 没有 它最大进摩擦是75 好 那没有超过最大进摩擦 那这样的话摩擦力就越强折强 你推我20 我就抵消你20 让B不会动 所以B受到地面摩擦力 不是0 是20才对 那这个也是错了 20才对 好 所以本题答案呢 只有谁对 本题答案只有B是对的 那很多同学应该会 不小心选到A或C 因为他觉得力平衡嘛 不对 他不会力平衡 他一开始先有加速 然后呢 到这边 它的合力为0 可是它速度最快 会压过头 所以压过头 最大弹力不是力平衡 最大弹力是在这个最短点的时候